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奶奶班的張好奇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美人雲 在這雲光鍋裡住著一隻最小的公公 它的名字叫做艾利友 它有美人面的歌聲 很喜歡葡萄水跟想看人類在做什麼 有一天狂風暴雨的夜晚 小奶奶就取了落水的王子 中古的王子一整晚 但是王子卻以為是別人救了他 於是他要去找誰 當現在美人雲就好去找了巫蘇拉 聽他美妙的歌聲 換來了人類的傷腿 現在王子很開心 但是他再也無法講話了 王子也沒有認出了美人雲 最後跟別人結婚了 姐妹們告訴他回到海底的方法 看見赤象王子的心臟 但是美人雲決定祝福王子 就會變成泡沫消失在大海之中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講完了 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